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都没法用啊 这你拿那么多东西 哎 我是 其实你根本就不爱 我是刚领票回来 不要冤枉我 你根本就不爱我 哈喽大家 今天又是一个吵吵闹闹的环境 好多小朋友 然后 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样的一个所在 那今天带出来的包呢 是 是一个我觉得让妈妈用的话 是我最不心疼的一个 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包是二手包 然后呢 是山羊皮的包 所以它就很耐磨 基本上你不会看到什么使用痕迹 因为我感觉它就已经 用了很多年 它就是这个样子 你再用很多年 可能它还有这个样子 只要定期保养就OK 那这个包的阻尼感会比较松 那我也会关注这个阻尼感的话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会不会影响 我有一位客人是 有一个客人他是 我说这个阻尼感怎么应该 跟他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 他会跟我说 能定住就好 我说他又肯定不会是一直一直在那转的 对不对 所以阻尼感是OK的 就是我刚才试了一下 就是它在没有扣盖子的时候 一定有一点松 但是一旦你把这个盖子 扣上以后 他们相互之间有一个制约 所以它就完全不松 我刚才去洗手间 拍这个盖开半天了 你还敢带爱马仕去洗手间 哈哈哈 你面前有我的 undor往我手里登不在 我已经发现过 一直在进晋尼感 z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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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地方经常带他们来 小的时候 对对对 这次好像间隔挺长时间了 然后有一些项目已经换了 其实我觉得人家是定期换的 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 然后我们在深圳的时候 去过深圳的科技馆 我的天哪 那么大的城市 那小科技馆 当然这个省级的应该会好一些 这个地方真的很大 看到了吗 上面还好多 三十层呢 对反正能量很大 这样看 总之这里真的挺大的 然后每一层的都不一样 然后时不时就把孩子搞丢 现在还好了他们都 都有手表 对都有电话手表都可以联系到 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也不会说经常找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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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总结一下 看孩子的好去处 然后今天好像还有一些外国朋友来 什么韩国 听他说的韩语 但是有可能是沿边这边 东北这边可能沿边的人会比较多 还有俄罗斯人 到处都是打课睡的家长和疯跑的猴子们 哎呀我也是困得不行了 今天展览馆的部分就是这样了 因为我确实是之前来过 所以我的兴趣并没有那么强 但是孩子们还是很兴奋的 如果来哈尔滨的话 这里有很多时候会作为一个景点来 大概来个半天左右的时间都OK 三层楼然后各有特点 有一些可能会有点失修了 就觉得不太能用的 但是呢 感受一下孩子们的 孩子们在这里的这种氛围吧 孩子们还有礼物 每个人都在很认真的死数 每个人都在很认真的死数 哈尔滨的夏天蓝天白云会让你觉得它超级迷人 然后时不时弥漫着烧烤的味道 当冬天的时候 你就想不起人 夏天有多可爱 冬天的时候好讨厌 到哪都动手动脚 我喜欢这里 因为这里有 这里有礼物 不是 这里有我想不到的东西 你想不到的东西 对 比如吃驴儿拼在一起 还有呢 奥斯娜你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是你喜欢的 开始打算 婚纪完 哈哈哈哈 一二 哈哈哈哈 谈恋爱的时候也没带我钻过一只小苏链 哈哈哈哈 今天 今天好像 我是半边脸吗 嗯 麻烦你给配角 好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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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好像没有给 没有给这个包包特写 对 没有给包太多的内容 然后好像评测也没有太多 好像要讲的 其实就是差不多 这个包就是非常非常低调 就是低调到你可能不会注意到 它是一只爱马仕的包 然后山羊皮很让人放心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一只包 然后葡萄籽 就是很暗很暗那样 嗯 阳光下不会很暗 有点像 嗯 茄子皮的色 啥 啥 呵呵呵 但真的是 就是在阳光下和在室内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颜色 然后 哎哟天呐 我溜肩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用这样的单肩的 就是 要么就是斜胯 但是斜胯的话 我完全没问题 我不需要上手 我从来不上手背包 就是必须要找个平肩的人 买这个 嗯 有肩袋的包 要是有朝一日 我要去 我要是招聘的话 我一定不招六肩的 呵呵呵 是 你看我合格吗 呵呵呵 我想说的是 我喜欢就是这种 反光的感觉 就是 前两天收到一支大象灰 其实它表面是 雾状的 有一点雾状 不是说它不好看 而是我觉得 代表它非常新 它才会是雾面的 如果 你想让它变亮 你就不停地盘就好了 它一定会变得很亮 而且都是 你盘亮的 是不是 而且其实 它在家的时候 这支包不好看 我发现就是 有的包你必须要经常去背它 观察它 然后看它是在室内或室外 它它整个效果或者是颜色 有什么变化或者是差别 它现在灯光下 就会有一种闪着 宁光 有一种银色的光 就好像像 呃呃 擦了一层那种亮粉一样 可是在家里 或者是在 没有光的情况下 它就会变得 一较暗 就是 就是平常 不反光啊 好 我补一句吧 就是 山羊皮 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呃 如果你手上有薄金或凯利的话 你打开你的包包 包包内里全都是山羊皮的 你可以看一下 那样的光泽 你是不是喜欢 你能看到它有阴阴闪闪的光吗 嗯 相机里有吗 有啊 有吗 有啊 然后它就变得不是闷闷的或者很暗暗的紫色 它就会变得很 俏皮的紫色 它是一个有内涵的包 你必须要不停的就是去 嗯 去欣赏它的美 这个如果用我的话的话就是 不同皮革的同一个色号 它会有不同的效果 因为我不专业 哈哈 但是我觉得 呃 太太的意见 太太的这种这种观察的角度 给我一个 觉得 给我一个很好的提示 好 看 你 你 deer 你 층